以色列第十三突擊隊釋出最新影片 一軍出動大批軍力在海灘上等待直升機降落 接走被哈馬斯綁架的四名人質送他們回家 以色列救出人質的隔一天繼續對加薩發動空襲 戰車進一步深入拉法試圖封鎖部分地區 而醫院裡擠滿了傷患地上血跡斑斑畫面觸目驚心 加薩醫院指出這場救援造成許多巴勒斯坦人死亡 人數已攀升到274人 另外造成698人受傷 當地救護人員甚至反控以色列 這才是真正的大屠殺 聯合國最近提出全球侵犯兒童犯罪的報告 自詩正義的以色列竟出現在其中 與此對頭哈馬斯其名氣得以色列助聯大使 尔登打電話對秘書長主任連環標罵 值得一提的是 這份文件還處於尚未公開階段 以色列大使拍攝影片上傳是提前洩漏文件 惹得聯合國不滿 抗議無法接受 以色列不只面臨聯合國的不認同 還有暫時內閣部長甘子的辭職 CNN形容納坦雅胡總理 會發現自己在國內外的立場 更加孤立 記者綜合報導 國家自己在國內aga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